大家好,今天我们看一下用汽车试播器检测汽车的碳罐电磁盘 看一下电磁盘的位置 它的位置可以顺着这个进气气管上的一个小的进气管 顺着它来找 这是它的电磁盘的接线器的位置 它有两根连线 一个是电源线,一个是地线 这个电磁盘的工作是汽车的ECM控制模块 通过控制它的地线的通断来进行工作的 所以说我们连接探测的时候也要探测它的地线 这是一台100008C连接一条汽车测室的专用线 副极接鳄鱼夹打铁 把它接到CH1通道 把它接到CH1通道 为一箱接地 探针插入到传感器的地线端子 汽车的探罐电磁法是一种油气的回收装置 它是通过回收油箱蒸发的油气 然后把它传输到进气气管 重新参与到燃烧这么一个过程 这么一个软件 看一下连接的细节是插到它的地线的端子 连接完成以后就可以开始进行测试了 选择执行器 活性碳电磁阀 启动发动机 启动发动机 这就是太阳光电磁阀的曲线 以上就是关于探罐电磁阀的检测内容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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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